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3月2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中国经济的情况 以及世界经济的情况啊 可以说还是有很多猛料 可以好好地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昨天呢 中国公布了2月份的PMI这样一个数据 大家不要小看这样一个数据啊 可以说PMI这样一个数据呢 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情况啊 如果这个数据好 那么说明中国制造业可能就好 如果这个数据很差 说明中国制造业就衰退 而制造业是中国第一大比重的产业 如果中国制造业不行 那么整个经济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指标了非常之重要 昨天公布以后啊 这个数据是达到了10年以来的新高 然后就是中国的所有的相关的资产啊 都是暴涨 大家看看昨天的A股 特别是昨天的港股啊 大涨4%以上 你按人民币的汇率啊 也是暴涨七八百点 可以说大幅度的拉升 那么这个数据一出来 可以说给中国的经济啊 打了一针鸡血 而且呢也给中国相关的资产 也打了一针鸡血 那么这个鸡血到底是真还是假啊 它背后的橙色到底怎么样 那么在这里我跟大家来捋一下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报道啊 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1日发布的数据 2月份呢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就是PMI 超预期回升至52.6% 这样一个水平 创下了2012年4月以来的新高 数据显示了 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 分别是52.6% 56.3% 56.4% 三大指数了都超过了50% 占上了扩张的区间 而且增幅非常之大呀 创了10年以来的新高 那么这个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啊 像这样大幅度的增长 到底是中国真的制造业快速的在复苏 说订单生产不完 还是说是因为放水所至呢 就我的判断呢 绝对不是说中国的制造业真的是回卵了啊 我觉得中国制造业在今年的比去年回卵一点是正常的 但是像这样创下了10年以来的新高的回卵的速度啊 我觉得非常假啊 基本上是货币推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啊 之前呢 我说中国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就是中国的出口 对不对 中国的制造业绝大部分都是出口到海外的 前期节目我还跟大家说了 香港的出口啊 创了70年以来的新低 可以说就是大跌36%几 这是二月份的数据啊 那么中国的很多产品都是经过香港转口到海外的 那么香港的出口这么差 中国的出口能好吗 而且二月份中国的出口也是非常之差的 所以根据这个指标来推断 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这么强劲肯定不是出口推动的 再看一下类虚 中国的类虚啊 可以说放开之后比放开之前应该是好一点的 但是说也不至于一下子好这么多 那么这个制造业一下子回乱这么多 唯一的一个解释啊 就是货币增发的一个因素啊 货币在推动制造业开始扩张生产 但是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啊 他们都在停止招人 在收缩产能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制造业回来 它不是真实的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复苏的情况啊 而是中国货币超发的一个因素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了 中国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的一二月份呢 这个货币超发非常严重 动不动啊 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放水每个月啊 那么我昨天看到啊 您对冲这样一个海外的金融博客非常著名的 他还报道了中国这个PMI回乱的情况 然后说中国一个月放水啊 一万亿美元 像这样PMI能不好吗 中国的经济能不好吗 所以从他这种调侃的语调里面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经济不是真的回乱啊 而是在打强心针 在给回光反照的病人打强心针 那么这样一种作用之下 短时的回光反照 所以不管是A股还是港股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反弹呢 目前也只是一个反弹而已 这些资产价格最终必须回到他本来的面貌 回到他的基本面上去 所以未来下跌的空间还会非常之大 那么大家如果持有这些资产了 一定要注意 中国的现在的经济啊 没有回来的条件 就像中国的楼市一样 现在也只是回光反照而已 不会是真的起死回生的 那么说到中国的经济啊 其实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就业的情况 如果你就业好 才能说明你经济好 你就业不好 你的经济怎么好得起来 那么最近呢有两个事情 可以说反映出中国的就业非常惨淡 一个就是深圳啊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 而且是经济活力非常强的一个城市 但是现在深圳的就业非常之惨淡 过年之后了 很多人到深圳去找不到工作 于是呢很多人呢就在深圳的农华车站里面 在下面打地铺 在下面歇脚啊 睡觉晚上 但是前两天呢有一个视频呢 说深圳的城管呢 大面积的驱赶 暴力驱赶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呢 一度在网上引发了非常高的关注 那么这个事情可以说反映出啊 中国经济活力最好的城市之一 深圳呢 其实它的就业是非常之差的 那么就业差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深圳的制造业出口业基本上是不行 基本上这是深圳的两大支柱啊 一个是制造业 电子产业 再一个是对外贸易的出口 这两块不需要人的话 这些人怎么可能找到的工作了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两天呢 非常热门的一个事件啊 就是南京一个大学啊 招聘两名图书管理员 但是实际工资啊 只有1800块钱 这个事情呢 在海内外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我看很多海外的媒体都在报道 其实这个事情呢 就说明了中国的就业情况 非常之惨淡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 根据新闻报道了 南京一个大学 他是招两名图书管理员 每个职位呢 是月薪人民币 是2280块钱 而且是没有奖金和公积金 月薪如果扣除这个无险 就是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实业保险 工商保险和生育保险之后啊 扣除之后 实际上只有1800 所以说实际工资是1800 那么这个事情呢 在微博啊 引发了热议 网民呢 就留言 说1800块钱呢 连房租都不扣 还是普通的图书管理员 泪卷到了这样的地步啊 卑微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可见中国的就业形势啊 非常严峻 还有人说 1800块钱 在南京呢 怎么能生活下去了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 引发了非常高的关注啊 那么最近的中国各地啊 招聘也是都出现了低工资的现象 这其实就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的经济啊 出了大的问题 因为开不出工资嘛 说明你企业的效益非常之差嘛 没有订单嘛 这基本上和外贸都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这个1800块钱呢 甚至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 这与经济萧条有关 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 南京的这个大学啊 处于这种风口浪尖 然后这个学校呢 接受养子晚报的采访 他说这是部分自媒体啊 营销号在以额传额 误以为这个学校招的是正式员工 但是其实啊 他说我们招的是劳动派遣的岗位 不予学校签订合同 面向社会招聘的 条件呢 是50岁以下的高中学历 但是就算是这样啊 这1800块钱的工资 可以说也算是非常之低的 当然有很多网友也说了 目前的很多人呢 第一是希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第二呢 要找一份体制类的工作 哪怕是没有编制啊 他觉得被别人看起来可能还不一样 所以这基本上也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啊 但是从这个1800块钱的实际工资 在南京来看啊 确实是太低太低了 那么这个也反映了整体的 不管是事业单位 政府还是企业的用人呢 这个工资都开不出来 因为很多公务员呢 还在大面积的裁员 那么像这种事业单位招人呢 肯定也是能省就省啊 工资能压得最低就压得最低 那么这个其实反映了整体的中国的财政状况 和中国的经济不景气 这样一种状况 那不仅是社会用工啊 这个工资压得很低 而且很多大学生呢 就业应聘呢 可以说也是非常之困难啊 很多民营企业都已经不招人了 但是大学生即将进入这种就业季 即将有1200万的大学生呢 进入社会可以说比去年呢 还要多80万 那么现在大学生就业也是成了高度关注 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最近呢 民营企业是停止招聘了 然后呢 有7000多家央企啊 进入了春季招聘 可能看作是大学生呢 就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很多央企国企招人呢 现在基本上都是要研究生 而且很多要党员 很多本科生呢 都没有机会 一毕业意味着就失业 所以未来啊 中国的就业形势还会非常严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如果有稳定的工作的啊 千万不要辞职再找工作 尽量的少罗动啊 保住现有的工作啊 可能是第一位的 不被裁员了 就算是不错了 所以大家啊 不要轻易辞职 不要轻易去转换自己的工作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寒冬啊 可能还会非常之长 那么就业了 可能还会更加的严峻 所以现在呢 还是多看少动为好 那么当前呢 中国的经济啊 可以说是非常惨淡 全球其他的一些主要的经济体啊 经济也不是很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欧盟地区啊 欧盟地区啊 已经引发了债券的抛售潮了 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二月份超预期的通胀数据啊 让欧洲的债市新起了抛售潮 当地时间呢 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数据就显示了 由于食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 那么法国二月份欧盟调和CPI同比出值啊 上涨了7.2% 是创了历史的新高 而且高于市场预期的7% 同时呢 欧盟的第四大经济体啊 西班牙二月份的调和CPI同比的出值啊 上涨了6.1% 也是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 这两份数据啊 公布之后 进一步啊 加剧了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加息预期的一个担忧 那么交易员啊 纷纷预期 欧洲央行的存款利率啊 将从目前的2.5% 升到4%的一个峰值 而年初呢 对利率峰值的预期只有3.5% 所以相当于增加了0.5% 那么这对股市债市的压力啊 是非常之大的 存款利率啊 都已经这么高了 我何必还要到股市里面去炒股了 何必还要去买债券呢 那么就存款就行了 所以很多人就抛售股票 抛售债券 因为这个利率上来了 而且这是无风险的利率啊 那么分析人士就认为啊 法国西班牙作为欧盟第二 第四大经济体 它火热的通胀的数据啊 将进一步支撑欧洲央行 在3月份加息50个基点 本月早些时候了 欧洲央行的两大官员了放音 警告市场低估了通胀持续的一个风险 而市场预计了 本周四公布的数据啊 可能会显示 欧元区2月份的核心通胀率啊 维持在创纪录的5.3% 那么这样啊 债券市场的压力就更大了 那么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数据啊 在昨天公布之后 欧洲债券市场是掀起了一股抛售潮啊 其中德国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 一度飙升到了3.12% 是2008年以来最高的 而法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 创到2012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 到了3.146% 意大利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 持续涨到了1月3日以来的新高 为4.549% 都是非常之高的 债券收益率啊 像这样飙涨 说明呢 投资者在抛售债券 接下来可能就是抛售股票 那么2月28日的欧洲央行的首席金居席家就表示 说一旦借贷的成本达到了峰值 欧洲央行呢 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啊 将其维持在高位 那么一旦这个利率维持的时间在高位啊 维持的越长 对资本市场的压力 它就越大 比如说美联储如果加息 加到了5.5%左右的话啊 那么它维持的时间越长 对股市的压力是越大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啊 所以现在呢 它投资者正在权衡欧洲央行下个月加息50个基点之后的借贷成本的走势 欧洲央行加息的理由啊 现在是非常的充分 投资者正在权衡欧洲央行三月份加息50个基点之后的借贷成本的走势 那么欧洲央行加息的理由可以说非常的充分 所以股市债市啊 可能到时候难逃一截 那么再度升温的通战呢 或者对法国西班牙的政局啊 也会产生影响 目前呢 法国因为物价的飙升啊 马克龙的政策呢 也在受到挑战 而他逆推的养老金改革计划啊 已经面临着大规模的抗议 而在西班牙呢 首相啊 也将在大选年面临着更大的控制物价的压力 首相桑切斯啊 是否能连任都成一个大问题 所以从这点其实可以看出啊 不仅是持续加息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 而且会对一个国家的政局啊 产生影响 但想想 如果美国的通胀控制不住 拜登他想连任呢 可以说门都没有 当前呢 美股啊 正在逼近这种危险的警戒线啊 当地时间呢 2月28日 摩根大通的交易部门就警告说 如果标普500指数跌破关键的技术支撑位 也就是200日的移动平均线 那么追随趋势的量化交易 很可能就不得不抛售啊 规模高达500亿美元 大约是人民币啊 3500亿元的股票 大量的抛售 而摩根大通指出了 200日的移动平均线呢 是一个长期的指标 量化交易员 他习惯于呢 使用该指标 进行识别和交易长期的趋势 所以标普指数 一旦跌破了200日的移动平均线 那么很多交易员就会大幅度的 抛售股票啊 很多是一键卖出的 基本上是量化的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两天呢 这几天标普啊 都是围绕这个200日的移动平均线 在展开争夺 在震荡 近期了标普500指数 可以说表现的非常弱啊 已经连续三周下跌 而且呢 上周单周的跌幅啊 达到了2.7% 创下了2023年以来啊 最差的单周表现 一度逼近了200日移动平均线 与此同时呢 摩根士丹尼也发出了警告说 如果美股再下跌5%左右 那么550亿到600亿美元的股票 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啊 遭遇到抛售 而一个月之前呢 类似的市场回撤 只会带来100亿到150亿美元的股票抛售 现在呢 一下子增加了三四倍 所以啊 伴随着美联储在三月份 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啊 不断升温 目前呢 美股市场承受的压力是非常之大 现在都在 现在呢 全球都在关注标普的200日移动平均线 是否会跌破 那么一旦跌破 可能大规模的抛售潮啊 就将到来 不排除啊 发生1987年黑色星期一那样的事件啊 因为目前确实啊 各种极端的事件都在今年发生 疫情呢 算是慢慢结束了 战争呢 还在升级 而且呢 供应链呢 基本上是中断了 再重组供应链撇开中国 所以这些都是全球非常极端的事件 而且现在蔓延全球的通胀啊 完全可以和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通胀媲美 目前呢 通胀啊 还在继续的抬头 不管是CPI 还是PCE的数据 都在快速的上升 那么美联储这样的加息幅度 很可能是压不住通胀 一旦即将公布的2月份的CPI数据爆表的话 那么全球的大规模的抛售潮 可能就正式确定了 可以说美股的这一波反弹呢 基本上就是和美联储作对的一个结果 美联储呢 反复的强调今年不会降息 而且利率的中值啊 还会提高 但是市场和华尔街认为了 美联储在今年会降息 所以强行利用这种自己人造的利好来拉伸股市 那么这是不利于美联储啊 打压通胀的 所以基本上是华尔街和美联储在作对 我们知道历史上和美联储作对的 基本上都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股市啊 我觉得未来的风险会非常之大啊 特斯拉在今天刚刚出来了一个大的利空啊 马斯克给大家画了一个大饼 但是什么内容都没有 然后呢 盘后暴跌6%左右 而且呢 昨天英伟达也是爆发出增发的一个大利空 所以这段时间呢 强行拉美股的两只腿啊 基本上就特斯拉和英伟达 基本上马上就要歇菜了 所以大家觉得美股啊还会好吗 所以我觉得它的临界点 变盘点很可能就已经到了 所以大家如果是投资美股美债等等一些资产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样的风险 我觉得现在正是处于一个临界点 说不定的黑天鹅事件很可能就会发生 到时候啊 可能会酿成惨啊 大家自己投资的注意一点风险为妙 那最后还有一件事啊 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非洲的肯尼亚呀 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中国的游行示威运动 那么这次游行示威运动呢 可以说也是肯尼亚呀 在全国兴起的排中或者说排华运动 我们知道肯尼亚呀 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的示范国家 而且中国在肯尼亚是投资了大量的铁路 机场人员等等一些项目 可以说把肯尼亚是当做一个一带一路的样板 来培养的 砸下了数千亿美元了 那现在来看啊 这个结果是适得其反 现在呢 别人不买你的账 而且爆发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我们看一下主要抗议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呢 是肯尼亚人呢 他抗议中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商品 将当地的一些商品挤住市场 而且呢 中国是垄断了从商品的供应 它的分销 年售 全部都被中国的商人给垄断了 肯尼亚的当地的商人呢 没有水喝 所以搞得当地的人呢 情绪非常之大 另外呢 肯尼亚人也是指责中国人呢 在一些由中国资助的基础项目设施中啊 存在着种族主义和歧视的行为 第三个 肯尼亚人对中国在肯尼亚和非洲的债务陷阱的外交和政治影响 也是深恶的痛绝啊 那么你一带一路砸下了那么多钱 通过债务控制了非洲国家 其实肯尼亚人也是非常清楚的 只是这一次了肯尼亚的抗议运动呢 表现的比较激烈 比较突出而已 其实这种情绪呢 反中的情绪啊 反中共的情绪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其实都有 你通过大量的投资 大量的借债给这些国家 然后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 能源命脉 那么这些国家的人呢 肯定是怨声载道的 所以这一次了肯尼亚是彻底爆发出来 当然爆发的原因呢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在非洲啊 进行猖狂的偷猎赌博等等一些活动 败坏了当地的风气 所以各种矛盾呢 集结到一起 就导致了全国性的排华运动 所以这次肯尼亚这个事情闹得也是比较大 一些视频呢 在海内外的网站上 可以说也是疯传啊 大家想看也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大家看看习近平 不管是经济还是内政外交 全部都是一团糟啊 得到一团难麻 那么按照这样下去啊 看他的这个皇帝啊 能到底当几天啊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鸡飞蛋打 然后呢 独裁者身败名裂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 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嘉勤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一百二十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 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女士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 广撒网 各国移民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拥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 专业移民服务团队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 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一名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拿到逢月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一名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封业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留学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孟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 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外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治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